最后有人提到 在黄岩附近的林海市 有一位考古专家 因为小时候 驻他旁边的邻居是做棺材的 所以对棺木的结构非常了解 因此大家火速通知他来黄岩 帮助研究开棺 经过仔细观察 他终于发现棺木上 有一条隐隐约约的黑线 然后用刀片 小心翼翼地切割试探 最终确定了棺木的河口 棺内的物体经过八百多年 完全和外界隔离 腐化过程中产生一定的胀气 而且古人认为水银可以防腐 棺木中也可能有水银 这些都对人体有害 为了避免可能存在的毒气 专家决定先敞开棺木 透气一晚 第二天 棺杆在众人的注目下被一点点打开 当棺杆被打开之后 现场的考古人员都紧张起来 棺木中还有一些积水 最令人吃惊的是 墓主人身上的丝绸服饰 保存完好 丝绸是蛋白质 按理说经历了八百多年 不会保存的如此完好 在场专家都十分激动 说这是考古界的一个奇迹 人们看到 墓主人赵伯云 穿戴整齐 静静地躺在棺中 根据实际测量 赵伯云的身高 为1.75米左右 让人意想不到的是 棺木中 还随葬有大量的四季 鱼库 鞋袜 等丝织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